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或者是它四家型你做两个也可以 两个三个都可以 因为家型这一块有的人一心不在那里 就算快成熟解脱那些都觉得福德不够的话 功德不够的话也做家型 还到补着做家型 就是你就觉得它有用也可以做 我后来你就选择美女 你怎么就选择 选择这一块的家型 就是整个所有的法门都是假型 基本上八百世纪 书禅定啊 看经典啊 读经啊 这些都是假型 都是准备你开悟 为你开悟准备的资料嘛 你没有那些政策界你怎么开悟啊 你没有那些定律怎么开悟啊 或者你甚至功德 福德的功德 就是这一刻就是你的福德功德差了一点 你会担心 就是心里边就那种力量出不来 就是有一个如果稍稍有人说 有这样的上司在这说你两句什么 你会在心里留下很积极的信心 因为你自己的心力 其实你的智慧 你的知识层面很高 但是心力上不去 这个是 就是那种德高望重的那种人就很厉害 他有德 他甚至没办法他说出的话很厉害 他就能站住脚 好像致敌有声一样 就好像他摇杆挺着急 他就福德大了 福德大 所以这一块我们不太够 你心里一旦产生疑或者是自己觉得有些东西 没知道基建是对的 但老师心里敌过的话 这就是福德功德这一块缺 没有力量显现不出来 那支界的力量那就多 修加行你的质量到底可以 然后在这个世界 妥协善与多基功德都一样的 他有一个公曼仨这个环节 就是说是修复得很快 什么公曼仨 公曼仨 公曼仨 如果你的正性 就像西藏他的性很虔诚的正性的话 这个公曼仨可以理极夫的 但是对汉传佛教的很多 这个头脑很聪明的人来讲 我觉得有什么这些加行效果 真不那么理想 不如藏地的 因为他觉得这样过我就理解说 他的心那种贴成度跟那种就上不去 就没有洗澡那种 人家真的扣头的时候 真的是无企图的 我们不是我们真的是爬在地上 真的是那个心 他就他也不是说不信 你说他就让那种 那种强烈的那种愿望出不来 那种不那个漫渣的时候 他那种内心那种就是 就是强烈的那种恭敬 就是诸佛不在旧人面前 哇 我这就是三戒六道的七宝 或者我就在供养 哎呀供养可求 佛不上加持啊 可求啊 那个野神那种神态 西藏有些是真能做出来 他不是做出来 人家就那样的 人家那种虔诚 我们真没有那些东西的时候 这个还不如你 但是你从汉传博教很多说 哎我做慈善 或者我做个什么 反而觉得这就是孤德 你很确信 我我我我无所求 我就是利益了他了 你反而很容易出这一点里边 获得获得正信 就获得力量 你假如说你回去 你有一个小虫子 你给这个虫子里边 接了水 接了桥 接了漏 所有的当虫子里边 人民表示 对你感谢的时候 你说话理直气爪 腰杆挺得很直 你觉得我就是利益了 虫子里的人吗 是吧 虫子里边感谢我是正常的 你也不觉得这是虚伪 虫子受益了 你不觉得他这些话虚伪吗 那个时候你就 真的是气也撞了出了 就是那种 但是你说过完漫长 你说功德够了没 你心虚的 我告诉你 你觉得过了是一年漫长 你觉得功德够了 我能解脱了 为什么 你在里边你没有讨 全身性的你讨不进去 这就是法门的选择 对对 为什么因为我们太有效了 实在是 太多了 受的文化太高 这就是基督教也是 或者是什么也是 很多人就是受一个上帝 没办法看到上帝 他内心就不觉得是上帝 他怎么能去 虚传的信仰上帝 他就是反正我妈信教 我也信教 从小就我休息了 那有的人就是 我就是上帝的一步 我就是上帝照的 那是不一样的 你知道 那个信念的那些东西 差很多 然后呢 你就不能从这个法门收 它就是 是一个认知 是个认知 不是说是这个法门好不好 对一些人就是可以 对对对对 同样扣抄头公慢的 修任何法 法门是无量的 哪个法门都平等 没有哪个更好 是 你的 你的文化程度 你的从小的生活环境 看你吃这个能受益 还是吃这个能受益 有很多可能他以前上辈子修过这些藏仪的 对对他也传承相应了 他甚至是习气饭 他就喜欢做茶那个漫长盘 他就这就习气饭了 我觉得我经常修佛法里边就是习气饭了 不觉得是什么 就是你就喜欢做那些事 他不是说是把它作为解脱道了 你就不爱做那些 就喜欢做这些 这就明明分别了吗 你怎么成这些就成解脱道了 你应该放下这个去做这个才对 那才是解脱道 不喜欢 你明明是喜欢打坐 你是习气饭了 你为啥你不做这个呢 你知道你做那个你都不做 是不是 什么习气毛病 就是爱打坐 我们自己的一些习气 就是可能很多次修行过 好打坐 坐在那 爱那样做 不爱干活 是 很多人习气饭了 跟春到没关系的 是吧 就是气饿不了 是不太适合你的文化程度 你的理念 你从小受的教育 你的认知 就是认知是 你从小那些教育 那个认知 不能生性不移 对对对 我就不行 我就觉得我就不行 你不要成那个法模型就行 我也不行 我有抹布 那肯定是他没抹布 你那会儿直接站起来说 我不要他五块 抹布 不太纤维的 那个是猪太纤维的 最主要是它成道没有 不是露出骨头的问题 如果露出骨头 成道也算 如果没成道 露出骨头算什么 他就体现这种虔诚的时间 而且好几个小时 修苦行都蛮简直的 印度教当时释迦牟尼 佛不让修苦行 那些为了成道 人家还是为了成道 那些苦行 那比露骨头的 火烧自烫 那佛不是不让我们那样做吗 学的走中道 是不是 当然说他说那样子 人家就是如果 疼成那样子露出骨头了 人家肉都磨了 把这个胳膊就说出去了 到妈不用了 整个这个胳膊就到妈不用了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 辱入不斗 那就很厉害了 就是痛啊什么 绝授对他不影响 直接把瘦都空掉了 然后而且把身戒 等于我这个胳膊供养佛了 拿胳膊就等于燃脂 那就厉害了 但是说 但是说如果是在这个过程中 只是说一些有些想法或者是什么的话 那就麻了 那就叹叹地自见了 破了一些东西 对 我只是觉得有破太可能做到 嗯 对 还是用麻布吧 这个麻布不太喜欢你 我觉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大不了就是干净一点麻布 哈哈哈哈哈哈 那天打座我就先打座时间还是长过了 在市场生活中可以加强弥补 今天打座的时候呢 我在喝茶的时候补 在聊天的时候补绝招 聊聊分明你的 你在说什么 做什么 你的体系的 你的举止 言谈举止 就在这块补 因为你今天没打座嘛 那我就 哎呀我今天没打座 我想坐一会儿 聊天也可以打座 吃饭也可以打座 都可以入在生活 专注 专注在吃饭 专注在喝茶 然后知道自己有喝茶 知道自己的每一个动作 绝招专注 所以要训练嘛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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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